这位年近八旬的僧人 名叫达龙法师 也为为鉴 他亲手建造的寺庙被强制拆除 最终他也被判入狱五个月 出狱后 达龙法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到曾经的寺庙 至今已经坚守了三十年 三十年的修行时光 没有电 没有现代设备 只有他独自一人 守护着破败的寺庙 过着清心寡欲的修行生活 每天一成不变 达龙法师的一生 见证了人生无常 三十多年以前 这里还不是废墟 而是一座香火旺盛的寺庙 心中每天络绎不绝 然而 有一天 寺庙遭到了别人的检举 最终被无情地拆毁 对于寺庙的拆毁 达龙法师表现得十分淡然 他没有怨恨 也没有失落 而是选择在这片废墟上 重建的心灵的家园 他说 时间我都不管 什么时间都是像 空间也是像 这是像的东西 时间是过去 未来 现在 我都不管 也为成筑坏功 寺庙会坏 我也会死 这是像 我不执着 也不烦恼 也不失落 达龙法师这样的胸怀 正是一位真正修行者的 特有品质 这片破败的寺庙 成了他灵魂的家园 他成了这片废墟的一部分 每一个日出日落 都是他内心修行的见证 达龙法师对来访者讲述了这座寺庙的历史 1987年 他向一位阿婆购买了这片土地 耗费四年的时间才将寺庙建好 却不料 这是阿婆的儿子回来 发现土地已经卖了 他告诉达龙法师 这块土地没有所有权 当年这片土地不适合种地 如果要申请所有权 就需要每年缴那高昂的税金 划不来 所以就没有申请所有权 这样一来达龙法师的寺庙就变成了违建 几年后 寺庙便被拆除 达龙法师用彩条不盖住上空 变成了屋顶 下雨时 雨水会不停地露下来 每一天 达龙法师自己做饭 吃着简单的食物 他说 我吃东西不想好吃不好吃 不想这样子 心里不会动念 如果你去区分他好吃不好吃 那我就有相 有分别心就不行 这样就不是修行了 每天他都会下山两趟 散散步 天黑之前回到寺庙 然后洗澡和洗衣服 之后他会运动一下 天黑之后 借助油灯和手提灯 达龙法师开始送经 送完经之后 他才开始吃晚饭 在睡觉之前 他会刷好牙 在夜里 寺庙很黑 也很安静 只有重鸣的声音 打好地铺 关了灯 达龙法师开始入睡 寺庙残破的窗户 在无声地述说着岁月的故事 达龙法师说 从三十岁到现在 他已经很少做梦了 第二天 达龙法师的儿子 给他送来了食物 每隔一段时间 他的儿子或者其他信徒 就会上山送来食物和其他用品 达龙法师的儿子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 他把我养大 我长大了就应该反补 在他小的时候 他的母亲带着弟弟离开了 留下了他和父亲相依为命 到他十九岁的时候 父亲看到他能独立生活了 便选择了出家 现在 达龙法师的儿子 叫他回去住 他不要 别的寺庙 叫他去当住持 他也不要 一年到头 达龙法师用不了一块钱 钱对他来说没有用 他说 早年在外面游历 知道什么人最自由 出家人最自由 什么最宝贵 自由最宝贵 他会将佛像周边 长高的杂草清理掉 一手建立的圣地 被无情地拆解成断壁残垣 但他依然坚守不离开 这考验一名修行人的 无量心境 世俗人看到的是表象 但在修行人的眼里 遍地开满了莲花 他知道 一切都是无常的 有人来 也会有人离去 而他将永远守在 这片废墟的心灵角落里 未经许外